一个庙堂权争与刀剑交错的时代 一个暗潮涌动粉墨登场的江湖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长篇玄幻小说 雪中汗刀行 作者烽火戏诸侯 由大丁为您播讲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雪中汗刀行 第一版零四回 老人与猫还在 如雪球一般的狮子猫尖叫一声 打盹的央州老供奉 略显吃力的抬起眼皮 看着眼前这块当年卢是精心雕琢的蒲玉后背 这见识曾经是何等意气奉发 若不是过不了秦关 不管是入室还是见到 任何一条路都会走得很远 老人安抚着膝上那只受精的狮子猫 他皱了皱白眉 平淡的问道 都听见了 唐熙剑仙卢白杰点了点头 眼神清冷的望向这个老人 一根手指始终搭在剑鞘上 看来古剑罢秀随时都可能出窍 以鲁白杰登剑平的造诣出见自然极快 他原本不需要刻意如此显示 此般自然是在表态 老人若不收回与许慧铺的言语 他不介意以唐熙剑仙而非鲁氏子弟的身份 再来一次大逆不道的举动 你是将心于事的老家主又如何呀 我鲁白杰一剑在手 问心无愧又何须去理会 在江南世子集团中 资历老到不能再老的 老供奉于健康眼皮子颤了颤 一只手不再是扶摸雪白狮子猫 而是五指成钩爪状握住宠物的脑袋 只是并未用力 本能感觉到有些不舒服的狮子猫啊 似乎不理解 转了转头 王朝中少数几个有望死后争取到 嗜好文忠的于健康 突然自嘲的笑了笑 至于更高于文忠的嗜好文正 王朝已空悬一百二十余年 连他呀都不做奢望 老人只是再度望向那远处青山 江南多山水总是看不厌 轻谈言语中竟然罕见出现了妥协的意味 他轻声道 唐熙 你知道我当年本意是由你来做卢氏家主 卢道林也愿意 卢白杰很不客气的打断道 我不愿意 老供奉于健康周梅问 你不愿意取于氏珍珠 不愿意做卢氏家主 不愿意建局入室 不愿意恩应作将 身为卢氏子弟 唐熙 你可知你有太多不合规矩的不愿意了 若你不是这般散淡偷闲 卢氏何止于 连柏林元氏都会后来居伤压你们一头啊 卢白杰沉默不语 手指不再抹在剑桥上 老供奉叹息着伸伸手 示意这名曾被他十分器重的后背坐在凳子上 卢白杰坐下后 今天特意从江新郡赶来报国寺的于健康 他也笑了笑 可惜不是我于氏子孙 我家里那些后背沉稳有余 锐气不足 只能守城 很难中兴 他们哪敢骂我们这些老家伙是老不死啊 便是有怨气 却连肚子里都不敢骂 小小年纪都是一股子臭不可闻的默契 唐熙 你可知我为何要为难徐晖扑这么一个女子吗 唐熙渐渐摇了摇头 老供奉双手捧起狮子猫 感慨道 他哪里配得上你啊 卢白杰苦笑道 可我就是放不下的 老人冷哼道 你父亲晚年得子 对你格外溺爱 临死前甚至分别留信一封给我与那许燕胜 不顾力长不利诱的尊规不惜交出一些家底 冒着眼狼入室的风险 求我们来帮衬着你做陆氏家主 你真当卢道林不知这个秘密 我能不说 徐晖升却早就透露给他了 这些年 姑母借卢氏的事暗中壮大 狼已经入室 你却让你父亲大失所望 卢道林是好人不假 可如何能与姑母许氏 这帮阴险小人占的便宜 远的不说 你卢氏缠和尽了许树飞的事情 赵皇后冷眼旁观 可都记在心里 你真以为赵皇后 会与那许家女子情童姐妹 这次 那北梁氏子一番兴风作浪 江南道氏子群情激愤 京城国子舰三万学子 受了挑唆 你兄长在国子舰里 还能安稳 不出意外 里外都做不得人的卢道林 便要引咎辞去又计酒 与你兄长斗了好些年的横问 自然乐得顺水退舟 卢氏在京城受挫 说到底还不是我 杨州的损失 若非如此 我一个一只脚都在棺材里的 老布斯来这儿作甚呢 定那无聊的王八之便 还是想被你掌尖相邪 唐熙剑先平淡道 与我说这些 伯父就不怕对牛弹琴嘛 不知是怒其不幸还是哀其不争 老供奉隐约怒气横生 他提高丧音道 唐熙我可以不让徐慧铺去做那事情 可你这次确实必须要出来替卢氏分忧 否则以我的脾气 姑母徐氏这些年的手脚 让一个无足精重的徐慧铺去丢人现眼 只是给他们提个醒罢了 唐熙啊 我最后一次问你 你愿不愿意去京城做兵部侍郎 你且不管如何能做这四品金棍 我只问你愿意还是不愿意 卢白杰苦涩道 只求伯父莫要让人为难他 老供奉微微一笑 恢复云淡风轻的闲散常态 和颜悦色道 唐熙啊 唐熙 当局者迷 你若是肯出事 谁敢与他过不去呀 卢白杰摇摇头 连北梁王的女儿都有人敢如此欺负 他只是姑母许氏的弃子 如何能让我放心 老人平淡道 好吧 我可以与你约定 你去京城 他终归是于氏名义上的孙媳妇 没谁能欺负 唐熙见先卢白杰起身后 坐一平静离去 老人眯起眼 靠在椅子上 心思让人琢磨不透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雪中汗刀行 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竹楼中走出一对主仆 赫然竟是酒楼中 见识过北梁青稷跋扈行径的拿善公子与青山剑士 风牛替躺的公子哥 换了一把象牙鼓扇 扇面上会有三位风情迥异的美人 他蹲在老供奉于剑康身边 伸手摸了摸 狮子猫 他抬头笑道 老祖子 何必费心思让这唐熙见先出事啊 卢氏底子本就不比我们于氏差多少啊 一个卢道林不足去 可嘉生这位就不好说了 博灵元氏跟姑母许氏 哪能入老祖宗的法眼 但卢家一旦有唐熙见先作战 只要稍稍赚取一些军功 真做了实打实的兵部侍郎 再等个七八年 有卢氏家底支撑 执掌一步不是男士 比起一位许淑妃 分量只重不轻啊 老供奉笑着说 许淑妃算什么 实话与你说了 不管是谁家的女子 进了宫 都不是赵皇后的对手 当今走外戚路数 是最笨的法子 姑母许氏不信邪 目光短浅 迟早要惹来祸事 但王朝军政意图 却是大有可图啊 我江南道读书人不缺 唯独缺卢白杰这般 可马上建功的人物 不论长远还是公司 我都会让他进入兵部 至于卢白杰 能否在徐瘸子 顾剑堂和几大藩王 三足鼎立的间隙中冒头 得走一步 看一步 以卢白杰的性子 最多是做到大将军 做不成兵部尚书 但可以让卢氏 在他身上分分心神 可以让卢徐两家 生出间隙 可以让这些年得知 猖狂与卢氏摩扎不断的 柏陵元氏 如芒在背 还可以让卢氏念我们于世的人情 你算算看 一举几得了呀 公子哥两指捏着扇饼笑道 似得 略作思量 年轻俊逸的公子哥 啪的一下散散开来 他小心翼翼的说 老祖子 徐瘤两家毕竟是殷亲 这唐熙剑先日后执掌兵权 似乎还可以让朝廷更忌惮北梁啊 老人欣慰道 这只算是半德半师 不好妄言 徐瘤子和卢白杰的性格天生不合 陛下未必看不出来 即便陛下看不出来 赵皇后却是看得清楚 天底下门法联姻 牢固的 唯有我们这般读书读出来的士族 区区匠种 不可以常理推断 更何况是徐厥子 徐瘤两将 其实骨子里是谁都瞧不起谁 不过你能看到这一点 算是不错了 年轻公子笑了笑 打开扇子 却是替老祖宗与那只狮子猫啊 删起了一阵的清凉 这老人轻声道 我虽然骂那家伙是徐瘤子 可到底是毁灭了八国近半青壮的人 涂抹头啊 更是连春秋大义都给见他的一干二净 不是你们这些孩子能去随意挑衅的 因此九楼上的小打小闹 你别想着如何去出气 一个不好 那就是引火上身啊 与瘤子的护短 你们这些孩子都没有切身体会 我不管你现在如何不理解 只要记着这些话就行了 官长小吏的拓字诀 能让上述将军们都头疼 搁在你们身上啊 就要学会等字诀 公子哥点了点头 对于老祖宗的叮嘱 丝毫啊 不敢掉以轻心 虽然无法马上对那北梁世子下半子 有些遗憾 但既然连老祖宗都说要等 他不过是于是一名庶子 当然不敢违逆 也更能体会耐心的重要 此时 徐凤年只带着静安王妃 在报国寺内走走停停 走着走着 就来到了寺外墙根的卧龙松下 有树荫有清拳 徐凤年坐在拳边石头上 在酷鼠中格外惬意 今日报国寺有一场盛况空前的 王霸之变 一般乡客已经进不去寺内烧香拜佛 寺内几个僧侣啊 在门口把关 除了熟面孔 一般人要递出名次 身份足够 方可入内 徐凤年看到一名穷酸书生 在寺外徘徊许久 日逃正毒 很快就出了一身汗 估计是墙根泉水这边的徐凤年 锦衣华服 更有一名风韵卓绝的侍女伺候 他不敢上前乘凉 在江南道啊 士族子孙 连与那寒门子弟同袭而坐 都视作奇耻大辱 那书生自然不敢自讨苦吃 实在是熬不过大太阳的熏烫 犹豫了半天 终于来到全边 离徐凤年最远的地方蹲下 捧了一把水扑在脸上 舒服至极 长呼出一口气 蹲了会儿啊 见徐凤年并未出声 这才小心翼翼的坐下 在衣袖上擦了擦沾水的手 从怀中啊 掏出一本书 陌生的诵读 徐凤年余光撇了一眼 竟然不是江南常见的书籍 而是北梁那边当朝大如姚白峰的 四经张具极著 看这书上淳于更加有趣 简直就是离经叛道到了极点 他这淳于说的人们呀 说姚先生解经 据一时所见未必是圣人本意 多有商量处 力言太高 然发挥以意太过 一出原本经文 有欲求高于圣人之嫌 以致啊 灵虚倒空而无实 非解经正统 但比较学功诸门理学的一丝不苟 仍有诸多可爱处 拘谨更少通达更甚 徐凤年观察着书生淳于 觉得十分有意思 尤其当那寒酸书生啊 和尚书籍说了一句 我被书生死当事闻正 他忍不住笑书生来 把那书生给吓了一跳 手一抖 四经张具极著就跌入水中 书生忙不迭的跳入水里边 看到湿漉漉啊 混成一团的典籍 心疼的脸色苦闷 爬上岸之后 是魂不守舍 这湿透了的书籍啊 哪怕一页一页撕下来晒 估计啊 都要耗费大半 一时间呢 在那儿哀声叹气 徐凤年一旁大趣道 一碗书值得了几个钱呢 那书生头也不抬说道 这书 却不值几个钱 但由我来读 便能读出好些钱来 徐凤年嘖嘖道 饱读诗书授帝王 说是这么个说法 可你连报国寺都进不去 谁理你啊 穷三书生笑了笑 低头自顾自的说 谁说我要卖给帝王家呀 圣人云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独独没有 了却君王事已说 徐凤年弯腰从泉水中啊 拿起了一个冰镇了 有些时候的西瓜 伸手一敲 刚好一敲为二 吃不吃啊 这书生抬头一脸疑惑 徐凤年笑道 不敢哪 书生默不作声 只是皱眉 徐凤年干脆 把一半西瓜轻轻丢了过去 书生手忙脚乱 好不容易接住 看到徐凤年埋头大啃 这才低头吃了一口 凉透心肺 徐凤年打去打 此当世闻正 好大的野心啊 书生文言顿了一下 这一下子 当真是心肺凉透了 儒家解经啊 就跟世门说法一样 解经不是读经 说法不是说经 皆是非大事所不能为 那世子殿下眼前 这位穷酸书生 却敢对解经著称的 李学洪如姚白凤 说咱到此 本就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 至于所谓嗜好文正的野心 那就更惊是害族 连秧州老供奉 于建康 也只是奢望 身后能有个文中嗜好 便是大兴 春秋群雄逐路 黎阳问鼎后 对陈属嗜好 有了明确规范 文官以文正为魁 只是此嗜好 早已是空旋百年 文真紧随其后 朝野上下都将其视作首辅张巨鹿的囊中物 接下来依次是中 端 康 义等 既然文正文真都不敢奢望 那文中变成了王朝内各路诸侯 与顶尖文官们最热烈追求的啊 五十散了 如今的天下呀 考究士族门豪高下 嗜好多少和轻重 无疑是一项极为重要的标准 一般士子哪敢说 死当士文正 连狂士都不敢呢 一经戳穿 往小了说去 那就是品行不端 往大了说 指不定就要有牢狱之灾呀 那个读书人一本四经张巨极柱 落水了 他都心疼的不行 显然是寒门出身 新事被外人说破 这位书生神情慌乱稍纵即逝 很快就云淡风轻 继续低头吃那半个冰镇西瓜 徐凤年说穿其新事后 却没有得势不饶人 而是被嗜好一说勾起了新事 文臣重视 理所当然 武将功勋也不例外 与五字搭配的相对较少 但也有十八字之多 故而有 大丈夫当世十八的说法 武士中的义字夺魁 前九分别是义列宁 敬平香敬敏肃 传言大将军顾建堂 已经亲定 士号为武敬 义列宁三世 仍是巨大悬念 武官不比文臣 士号归属往往偏低 一般而言呢 能有前九 那就是莫大的荣耀 这与士族当政 鄙视将中有关 当然呢 若武将能以文字式 更是荣上加荣了 这只独宠于那些个出身豪门的武官 例如唐熙剑仙 卢白杰啊 能够入世 死后士号 未必不能以文字带头 徐霄对此一直不太上心 总说呀 三代以后 还能有个过得去的美事啊 就足够了 因为呀 这朝臣助攻 不管当时如何得宠 如何的公冠朝野 那死后美事追改成恶事 都不是特例呀 徐凤年愣愣出神 被豹国寺内一阵轰然叫好声给惊惊了 想必是王霸之变已经开始 某位清流明事的言谈得到了好评 听众朋友 雪中汉刀行纵横中文网版权所有 喜马拉雅独家出品 作者 风火气诸侯 由大兵为您播讲 更多内容 请登陆喜马拉雅电台 或添加大兵小说 微信公众平台 dbxd981 雪中汉刀行 今天为您播讲到这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